澳洲M5黄牛配自家製红酒汁 调出黄牛肉香 特首选举在职 有没有政策抗念股可以抗呢? C.C. 虽然看你的样子今天是神彩飞扬 但你当然很忙碌 你们在新闻界 今周有很多大事发生 我们普罗市民也很忙碌 只看新闻也不下急 娱乐性丰富 也是的 但今天还有一天假 明天真是很忙碌 明天真是大战 没错 就是特首选举 除了我很忙碌 这条鱼也很忙碌 这条鱼很忙碌 什么事 你叫了什么给我吃 其实这个是John Dory Fisher John Dory 没错 其实John Dory 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别名 在你考过别名的时候 不如我形容一下他的外观 你有没有见过一条生的John Dory 我看过照片 你看过照片 你也可能略知一疑 其实他的鱼 奇形怪状 他很长 但他的口又很高 但最特别是 他黄黄的 绿绿的鱼身 有一个斑点 身的側面 软体 整只眼瞎着你 其实他的身体 是有一个黑点 就是肚子的位置 这条鱼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问他什么别名 我给你说了 看看你的版本对不对 刚才我说 这条鱼很忙 所以一定要让我说 为什么这么忙 就是因为他忙着去繁殖 这条鱼的繁殖能力很高 那就是很多女朋友 没错 很多女朋友 我说的故事 其实是跟他的别名有关 他叫做Peter's Fish 姓Peter's Fish 是的 那个Peter's其实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宠师 如果一说宠师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统领整个宇宙 至高无上的位天神 不过他的感情就是相当丰富 OK 有没有缺失呢 那就不知道 有没有缺失 不过很多子女 我说的宠师 讲到John Dory 我真的要讲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鱼 都会有一些不是感情缺失 是有些烹饪上的缺失 为什么 什么烹饪上缺失 有些鱼不是所有的煮法都可以 CC你明白吗 呃 譬如说三文鱼太熟就已经很难吃 对啊 但是John Dory 稍后我告诉你 就是由煎、焗、炆、煮、蒸、煮 都可以的 这么厉害 所以这只鱼算是 八搭的 这只鱼很难煮也不好吃 是的 那这个煮法是怎样的呢 你快点介绍一下 那我再试一下 其实这个鱼就要摆入微波炉 蛤 真的吗 是啊 那我家也煮到 那怎样煮 当然最好就是厨师 经过厨师的一番心机 那当然 是的 不过怎样找微波炉煮呢 因为常常有一个错误观念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北美洲 我以前在加拿大煮 常常找微波炉煮东西 但香港的朋友很多时候都会说 微波炉煮东西不好吃的 但其实这个鱼会不会有机会 打破这个宿命呢 你试一下 是吗 可以的 不如我说的说法 怎样煮都可以的 怎样煮都好吃 不过我觉得这条鱼 虽然是我们今天吃的其中之一 但主菜是这个 这个就是澳洲M5的和牛 其实一说和牛就真的流口水了 我喜欢吃的 你吃不吃 讲到M5 我想起一辆德国跑车 宝贝 就是说笑 你有没有研究 澳洲和牛 澳洲和牛 当然是混种的 但说到的级别来说 由M3 由跑车来到M12 其实M5已经很漂亮 但你看到那些Marveling 脂肪的分布 都非常分散 是的 即是我们叫它做雪花 没错 当然这个一看下去 就知道这个煮法是Carpacho 其实不可以煮的 那个牛肉是生的 切到很薄 然后有些汁 然后有些火箭菜 有些Palmerson Cheese 这个Palmerson Cheese 都是平时吃意粉 一大个饼 用一个木的羹 不需要刮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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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菜 當然是高檔好超市 都可以賣的 其實比紅酒很液態狀 它是稠稠的 因為煮的時候 紅酒加糖 還有糖 要煮到稠稠的質感 就像蜜糖 才算合格 煮到這個程度 就可以當作汁 吃不吃得出 有些甜甜酸酸 配和牛 更加能夠帶出和牛鮮味 真的非常好吃 很老妥說 這個真的是和牛有和牛味 還有 剛才你提到的 紅酒剩下 其實和和牛很配 我覺得還要配紅酒 真是天衣無縫 在美國享受 我吃魚就配白酒 Vicky 不過我明天就是特首選節 即是星期日 我現在在想 到底誰可以順利當選特首 不過這些時候還是不要猜 我就想起 今個禮拜 有些朋友 不停問我買什麼股票好 就是和特首選舉有關 一些概念股 都很好笑 他們那個概念 他們就說 如果買公司的話 不如這樣 那間公司的高層 說了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挺哪一個候選人 對 我們就買它 如果那個候選人 真的成功當選的話 可能那間公司的股票都會飛升 那很容易 我是這樣問我好不好買 那這個邏輯很容易 因為之前李嘉誠先生 就是公開 就是要支持唐英年選特首 也加上恆隆的陳喜忠先生 就支持梁振英 這個理論就是 如果唐英年先生贏 那李嘉誠先生的股票就升 是 相反如果梁振英先生贏 那恆隆系就可能上了 很簡單 這個概念 我覺得如果真的這麼簡單 當年董建華先生贏特首的時候 東方海外 應該升到上天 又不是一個潛水的狀態 這個情況又不多覺 那就是 哪有理據 完全簡直是荒謬 不過我都覺得這個概念去炒股票 風險高之餘還不行 永遠都是要說公司的盈利 最後都是說盈利 不過在未有盈利 你知道業績不是經常出的 半年一次 有些最快都要三個月 那中間這段時間 就看資金 可能看技術上 看很多因素 但是我想就不會簡單到這樣 不過我最關注就是 如果真的有了新一任的特首 他們上任 還有很多的政策會推行 例如現在大家都關注住 樓市會怎樣發展 那是不是地產股裡面 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我舉例 三個候選人當中 其實大家都是差不多 跌剩降在房地產方面 譬如好像唐英連 梁振英都說要復建居屋 增加公屋 當中都有一些 譬如好像私人樓宇的貸款 購稅年期延長 那還有多少少 例如好像梁振英都說到 會不會有一些港人港地政策 即是限制一些樓宇 只可以賣給香港人 不過這些都是研究當中 當然這些都可能是居屋和公屋這些房屋 如果不是否則的話 始終香港都有自由市場 就不可能限制某些人 是不可以買這個物業的 不過我都會覺得 其實如果以幾位特首候選人 在房屋的政策 其實過往也是 我自己都會覺得 不會是純粹一個房屋政策 或者供求 就是主宰所有的因素 包括價格 但其實還有很多外來因素 始終譬如說 例如貨幣政策 這些我們改變不了 美國那個 它要低息去到2014年 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有聯繫匯率 那一定是要跟隨著的 所以這個拆息低期 這個都是做到 資產又泡沫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會覺得 又不是一個什麼政策 就可以推倒樓市 也不是做什麼政策 樓市永遠都不會急升 可以維持一個很穩定的水平 我也同意 其實新任特首上場的話 他怎會想推倒樓市 到底怎樣都是想樓市發展平穩 你不要說新任特首 就算人民銀行行長 周小川 近日說了很多東西 寫文章 那些內銀業績都未出 他已經寫出來的資本充足比率 什麼不良貸款比率 我們應該都背出來了 我記得 周小川他寫文章的時候 提到五間內地銀行 我考慮最低是誰 我記得 農行 其實是資本充足比率最低 因為現在他要求是11.5 11.5 農行只是剛剛踩線 即是高一點 11.7 是 私之不敢 系統性銀行 那五間中工建農 再加上加行 其實不單止資本充足比率 有11.5 要求 還有核心1級 7.5 還有核心8.5 不過其實 農行 雖然就這樣看這個數 就好像很問水 就是11.5 不過 不良貸款比率 雖然都高 高過1% 但見到按季來說 是有輕微改善 反觀 健康和中行 反而在不良貸款比率 就惡化少少 不過無論如何 如果真是很單純 只能看資本充足比率 又或者不良貸款的原額和比率 我可以夠膽說 其實五大銀行 如果就算交行 完成了融資 差不多接近700億A加H的定點配股 其實還是很健康 我們投資倉就有一隻建行 雖然剛才你也提到 建行的不良貸款比率 就不一般 高一些 不過資本充足比率是最好的 我記得它有12.9% 真的有看到 當然 投資倉有就一定要留意著 這樣看來也不錯 不用怕 雖然建設銀行 以我們投資倉買入價來說 就不算是回報好的股份 但整體的組合來說 這間銀行是需要一間這樣的股份 現在市場很擔心內銀股有個秋水潮 如果是的話 怕不怕 農行說上市三年不會股本融資 他說了應該不會犯覆複蝕 我相信最多是發行債券 所以對二級市場未必有壓力 例如之前內銀宣佈公股 可以低價的公股 其實股價還可以上 建行繼續放在我們的投資倉 而上星期賣了兩隻股票 我們就拿回一些錢 套現了兩萬多元 沒錯 下星期我們再吃東西時 告訴你買些什麼 也好 就會變成了一隻股票 我會變成了一隻股票 在一隻股票 那些股票 我們就要來買一些股票 就能買一隻股票 看看 這隻股票 就要買一隻股票 成功 請問一下屁股票 做個牡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